不管怎么样的安排 都是最好的安排 看这海壮观不 我脖子都吹草了 哎呀我问一下什么情况 你看那女王那个头 那个脖子现在越来越细了 一两安森带 放我身后 今后我肯定得多吃点泪的 终于带妈妈吃到万里谢啦 要钱要钱不要钱 你把你想着美的 哎呀哎呀 好了 进山洞了 妈呀这开头一对笑咋对了 哎呀大家好呀我是党党 我是党妈 我们现在停在八斗子停车场 为啥要笑呢 因为刚刚我们来高速上 高速都白了 那雨大的呀 雨刷都已经开二三档了 但是呢我们又定好了这个 叫什么铁道自行车 给你们看呀他就在我们的对面 我们已经到了 我们订了这个铁道自行车 订了那个铁道自行车的票 也不是说不能退吧 就是也不想退了 然后我们为什么已经到这了 就是因为路上还没下雨 对呀 结果越下越大越下越大 大到一个夸张 然后我们来了以后 哎还看到人了 我们有点点欣慰 想说还有跟我们一样的 还有人受伴的 哈哈哈哈 好然后我们定了还有半个小时 咱俩先去看看情况吧 好下去转一下 那个海都是灰的浪巨大 绝了今天 只能说我们选的这天气太好了 哈哈哈哈 哎人家穿雨衣不错啊 我去看看哪里能买 能买雨衣好 你去哪儿 去去去 看一下 哇波涛汹涌呀 我们在路上就一直跟妈妈很无语 但是我们两个又觉得 算了就这样吧 这也是一种风景嘛 怎么讲呢 就是不管怎么样的安排 都是最好的安排 有时候真心佩服自己这心态 过分优秀了 哈哈哈哈 我也是佩服我这心态 有点冷 给你们拍一下 这种天的海 因为你们不会在这种天来海边 那就有党当跟妈妈代劳吧 你看这海壮观不 相当之壮观了 浪大毛 你看你的伞还要拿手扶着呢 不扶着都吹草了 哈哈 我拍的就是视频呀 啊视频好看 别有一番景色啦 真佩服我俩的心态啊 八斗子挑战 等过马路 上面也是有人呢 去看看 啊好 八斗子月台 哇 上去看一下啥情况 能不能提前坐 因为我们现在离 我们买的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呢 哎呀我问一下什么情况 妈妈你帮我拿一下伞 有点冷 哎看 自行车来了 本来是晴天的话挺可爱一项目 今天用的有点狼狈 我去问一下 八斗子出发的都是整点 然后深澳站回城的都是半点 盖了个章 我们有可以提前 但是回城 妈我买了一个雨衣 就跟人家那个服务站买的 雨衣就在这里面 干嘛 嗯 它是50块 但是我没有带钱包 钱包在对面车里 我懒得去 我就转账给他 他说这样要送15块手续费 我说因为太冷了 我是想要穿雨衣 就是防风的 好了 他刚让我们一定坚持到最后 这是怎样 中间很累吗 有下坡比较多 哦 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好 你再说一遍 下坡比较多 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哇 这么多车啊 好多车 各路不一样 对对对 依依这个可爱 像小老虎一样 哦 咱俩是这个 小心头 好哦 散发后面 挥挥手 好 好 就算天不好 咱们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嘛 我来 出发了 还挺好玩的呢 哎呀 好玩好玩 天已经不重要了 会不会来不来都不重要 哈哈哈 是不是挺开心的吗 看我看你 看我看你 哎呀 你这见不如飞呀 你知道画的这个是什么吗 这里有好几个店家都画的是那种 它就是这里 像鱿鱼一样的 嗯 它就是这里最有名的 八斗子的名小吃 有一道叫小卷米粉 你叫小卷是啥吗 我不知道 小卷就是这种小小的 像小鱿鱼一样的 哦 对 咱们反正叫小鱿鱼 前面都是我的队友们 跟我一起在这种雨天骑自行车的 都是我的好队友们 嗯 前面有 这么多辆 咱们是第一 二三四五六辆 等我去天好 确实这个路景色会很特别 啊 听到我已经有点喘了吗 啊 在此 欢迎嗓苗之类二威马 他是三野君啊 我也就是小卷 他应该就是小卷吧 他说他是三野君 哈哈 好可爱呀 三野君在这 哎 你这个衣服还挺漂亮 对呀 颜色还挺漂亮 啊 你说我这雨衣是吗 对呀 送你 哈哈哈哈 哈 好了 嘿 进山洞了 哈哈哈哈 哎 山洞里还亮呢 那肯定了 那肯定是黑的 肯定有灯光嘛 哈哈 也可对 灯光肯定不会太亮 深奥县 八斗紫光 隧道入口 来啦 哎呦 还是踩 呀好漂亮啊 呀真好玩 哎下坡下坡了 还有音乐 哦还有音乐呢 好看好看 这样下雨不影响了 哦对对对对 哦我们没踩哦 这段有点下坡 看看看看 这样子就转过来了 对呀 啊 我一路都在研究 它怎么转过来的 和妈妈买了网返票 稍作停留返程啦 哈哈 又要骑回去了 一会儿我肯定得多吃点累的 然后刚刚跟妈妈在那个 深奥站 要回程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去改了我们的时间 然后有要再改的都改不到这一趟了 嗯 然后今天主要是下雨 因为我真的改不到 在这里待半个小时 待一个小时 确实有点很无聊 没地方去啊 对然后我们回程啦 回程我们还坐一个黄色的车 但前面那个车 超级可爱 给你们看一下 看 它是一个小老虎 是的吧 对小老虎 很可爱耶 呀你可美啊 你都不惨哦 有人国采 哈哈 我也想找个人国采 那就是你吧 哈哈哈哈 妈你看右边那个餐厅的牌子上写的 第三个小卷米粉 就是这里的特色 这里玩完啦 猜猜下一站我和妈妈要去哪里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是的 我们路过这里啦 它就在海边 对啊 研究海洋比较 方便 比较方便 这走到基隆港了啊 对 你看咱俩 你看这 你看这全是集装箱 真的 嗯 全是集装箱 你看 你看 吉隆港 看 看到塔掉 哦 掉集装箱的是吧 嗯 你看 平时咱们是看不到这种港 对 看我们第二站来的是 女王头 啊女王头 还在的啊 嗯 你看这儿这个 像画石一样的 像画一样的 嗯 漂亮的啊 哇 左边左边左边 你看 左边 真的漂亮 哎呀哎呀 就是这天我们要来逛夜流了 妈妈不行了 她说伞打不住 给她买了一个最爱的紫色 好你就把这个穿上吧 嗯 哎这个帮我丢一下 谢谢 好 你剩下啥呢 怎么样 海带的味 这什么表情 呀你这帽子还有绳呢 妈 你这个好 穿上 你这个袖子还有收口呢 这个质量也能质量好 啊可以 哎好看 野柳还要票呢 是啊 蛤 我看到售票处 对啊 啊 我以为 我以为是自然景观 就不要钱 哎呀要钱要钱 不要钱 你想的美的 我这妈妈 对我这还可以这样子 嗯 你这还可以记住我 我这都没有成子 那我这样就行了 就没问题 先去吃饭 吃饭 好像 大家都推荐有一家海鲜餐厅叫 啊 首先来这里一定要带妈妈吃 是万里蟹嘛对吧 万里蟹嘛对吧 万里蟹我昨天已经跟她介绍过了 分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大家都推荐的网上好像是那个 旺海亭 今天好像木有开 然后咱们就去吃那家四姐妹吧 好分 我们已经看着了 那片那那边有好多好多卖海鲜的餐厅 我跟你说万里蟹很有名 看这里的下水盖下水顶干都是上面写的万里蟹 这个螃蟹是最有名的 走我们去吃螃蟹 好就这家吧 我们也不太会选 就这家 哇 你看要给你科普的 三个点 三个点 这个是三点蟹 然后还有花蟹 还有一种是什么来着 去选花蟹 让妈妈来选 这边就花蟹 看来看了认真 好来喽 可以 就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好 三个点变成红色的 变成红三点 对 三点蟹来喽 妈妈这个绿色的就是九层塔 就是台湾吃那个咸酥鸡里面都会放那个绿叶子 可以吃吗 可以啊可以啊你尝尝看 我要想的是调料 可以你吃一下 可以吃啊 特别的味道 有些人很爱吃这个 还可以不 很特别啊 看一看老李就是专业吃这个螃蟹的人 来 这个腿给你来一个 哇 我们要了三只小的三点蟹 480是吧 是不是480 嗯 对还可以 然后还要了一只花蟹是大的 等它上来 大菜来了 好吃 好吃 来李老师这是给你准备的 嘴里还吃着万里蟹 谢谢谢谢 终于带妈妈吃到万里蟹啦 嘿嘿 干杯 妈 我给你吃 来 哎呀 你吃多吃点 太快了 哈哈哈 美的很爱 嘿嘿呀 花的哈 嗯 看妈妈在台湾生活的这么幸福 真是太棒了 希望这个时间可以再久一点 口塞嘛 中间有一点点刺 那不是刺吧 那就是中间那个透明的 嗯 吃完蟹大餐 要去逛野柳地质公园啦 哎 200块 要吗 还是你建议 要要要要要 哈哈哈哈 我还有 我还有2000的 你要不要 要 等我 拿了个什么 2000哈 这是个2000 这是个200 对 这么很少见啊 对对对 很少来 外面几乎感觉很难看得到 对 有时候不能 不能太依赖李老师 我跟着他走 他说他来过 结果我俩直接走完这个商店街 走到出口了 还好人家一个好心的人 带我们 再走回来 结果入口的地方 就在那个卖票的地方 哈哈哈哈 好找到入口了 要进去了 走 哈哈哈哈 妈妈穿这个 有点 膨胀 难忘的野柳之行啊 哈哈 你看妈妈 哈哈 哈哈 就像妈妈说的 这里其实有非常多这种 天然形成的这种石堆石头 但是这一株就是太神奇了 所以现在照相还要排队 风化的 还特别硬 对啊 拜一块 呃你们是懂当当的幽默的吧 快妈妈去了 我们等了好久 哈哈 换换手 终于来啦 等等 不要看拍照很好看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回来啦 哎呀今天咱们去了 一个去了个巴斗子 对 然后去了个万里 还去了个那个野柳 嗯 妈妈说她今天学到 也不止妈妈了 我们两个都学到了好多知识 好 一个是在那个海鲜餐厅 对 你看咱们进去后那个老板 特别的热情 对对对 还有咱们专门讲了一下 她那个万里蟹 因为妈妈出来的时候 她想再看一下那的螃蟹 虽然还有什么 人家就出来 咱们讲一下那个万里蟹有三个品种 对 一个是那个花蟹 还有一个呢叫三点蟹 对 有三个点蟹 有三个点蟹 一个像石头那个叫 纹路像石头 纹路像石头那个叫 石巡 石巡 是的 再一个就说了 她问她是不是那个 万里蟹 只有万里才有吗 她说是 当然那地方可能70%的蟹都是万里蟹 对 她跟我们教了一个就是 你不管什么是万里蟹 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 等一下 这个大家知不知道 快回答一下 在李老师还没讲之前 因为我们是今天才学的 对 一看原来真的是那样辨认的 她那个蟹是用那个绿绳子扎的那个 对 只有绿绳子扎的 只有万里蟹 万里蟹 能用 那个绿绳子扎的 对 跟人家的专利是 对对对 她不是还在旁边看那个 还有一个黄绳子扎 她那个蟹就不是万里蟹 对她说那个就不能扎 绿绳子 不能扎绿绳子 因为她不是万里蟹 然后后来跟妈妈去了一下 她已经去过的那个 也有丁绳 不是看那个女王头是吧 你看那女王那个头 那个脖子现在 越来越细了 你觉得跟你之前有变细一点 那咱们有 脸没有凉过 对吧 但这几年她肯定是会变细的 她因为那个 风化 她风化什么的 她最后可能不知道 在哪一个年代 她就会断掉 断掉 就再也看不到那个 对 你看咱们那上后面出来 还有个解释说 那有个那种金钱报 我们出来的时候 想说咱们说咱们咱没看到那个 对对对 然后再一看简介 那个头就断 已经风化断掉了 对 那个你看就看不着了吧 这种大自然这个东西就是 保护是很重要 但是像她那个在海边那样 你没有办法保护 所以就能去看就赶紧去看 能多看一次多看一次 今天她就那些东西就看不着了 不存在 对 但是可能也需要很多事迹了 哈哈哈哈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就是 我跟妈妈去的天气不是那种晴空万里啊 对 可是我们两个回来以后就觉得 哎你看 挺好的 那个波涛那么 那么大的浪 你能看见那种那么大的浪 白浪 你平时是看不到 对因为你平时不会特意选这样的天气去 所以就觉得也是有不一样的收获的 感觉吧 天气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的感受 心态好了 就觉得看什么也都是一种 对对对 对都是好的 嗯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喜欢党党跟妈妈记得要 按赞 订阅 分享 嗯 刘莉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明镜需要的支持. 相信 很高兴 我 你 Lost 你 。